大家好,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脸部持续被攻击而愤怒的YOUJIDE成员舒华 6月26号,在首尔召开了Waterbomb音乐庆典 Waterbomb是观众与艺人们分队打着水仗 享受音乐的音乐庆典 因为是疫情后久违的大型音乐庆典 所以很多著名的K-POP歌手们也都参加了该舞台 其中YOUJIDE也上了舞台表演了TOMBOY 让现场反应非常激烈 但是因为部分观众们非常没有礼貌地 将水仗持续攻击成员们的脸部 尤其舒华收到的攻击最严重 因为确实是有点严重 队长索原也对观众们说了 但是部分观众们还是不听话 而让网友们都非常傻眼 在舞台结束后 成员舒华也愤怒地打开了直播 如果还打到眼睛的话 哎真的是人品不成声 观众使用水枪 舞台上也有洒水的机器 歌手们也会洒水 但是不能设在演唱的歌手们的脸部吧 好过分 不过这样的工作人员不是该在现场阻止吗 就在前面应该知道是谁在那样吧 太危险了 啊 可可 但是这直播也太可爱了吧 可可 对于愤怒的舒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存年锦宣布怀孕 今年3月与全宾举行世纪婚旅的存年锦 昨天突然在IG发文表示 我们迎来了新的生命 因为身体的变化 每天都在担心跟兴奋中过着 对 宣布了怀孕的消息 这孩子拍超音部的时候 鼻梁应该也会很挺吧 疯了 生下来一看 爸爸是存年锦 妈妈是存年锦 哇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一定是超衰超漂亮 长得像妈妈的话是存年锦 长得像爸爸的话是存年锦 演员与爱豆的憋剧 演员恰森万语 比我内部成员孔签 将出演2021年网友投票 大赏的比尔漫画改拍的电视剧 比尤一度就云内套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疯了吧 这个真的很有趣 我对比尔不是很感兴趣 但这个真的很有趣 因为是比尤一度就云内套 所以能邀请到这位有名的艺人 这个剧人物都非常有魅力 是我的最爱 希望能成功 果然BH市场变很大了 孔签竟然会出演 变更大的大汉民国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朝粉丝们丢水瓶后 下跪道歉的奶奶豆 这位奶奶豆就是 Seventeen S-KOOPS S-KOOPS在演唱会的时候 本来只是想朝着粉丝们洒水 结果 KKK 跪得也太快了吧 KK 下到后道歉的样子好可爱 最后有问有没有人被打到 粉丝们说没有后 还啊这样安心了 KK 然后旁探圈谷出现在 Seventeen演唱会的照片被曝光 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好的今天的影片 K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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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